海公系的我們 海公系的國外 有責任與義務 和其他社團一起合作 推動校園內的環保 讓中山成為社會的楷模 我們宣誓成為環保的先行者 宣誓人蘇彥芳 民國99年5月17日 環保宣言內容 無論我們身處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擔任任何的職務 因為我們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我們主要是跟環境有相關的科系 然後我們已經崩尾七年沒有辦 這個海公周的類似活動 然後我們這次主要想要 就是七年之後 我們想要做一個創組 因為推行環保快已經推行很久 但是很多很多學校都沒有落實在做到 然後我們中山大學 我希望我們中山大學能夠真正落實的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有配合我們總務處 然後跟所有餐廳 所有福利社 然後做到落實 不讓免洗餐具再出現 如果冒然的禁止 這樣子會讓很多學生有反彈 所以我們 我們最近是宣導期 然後等到我們海公周完之後 就開始 幾乎學校的福利社餐廳 我們都跟老闆談過 然後他們也非常贊同這種事情 然後他們也會把免洗塊全部收起來 然後就是 幾乎不再提供了 其實我們跟中山大學的海公系 原因很深了 其實大概也有十年 他們每次寒暑假 有任何的環保工作 譬如說去檢查機車的污染 登革熱的檢查 或者是說 其他就是說 希望大家不要再用免洗塊 到餐廳裡面去推 不要再放這個 福利社餐廳 放在餐廳裡面 這些工作 他們每年的寒暑假 都協助環保媽媽基金 會去推這樣的環保工作 然後今年他們 要 海公周要推動這樣的工作 我們覺得很有意義 我們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我們也就跟他們一起來合作 來推動 身邊裡面 有很多的 一試用的東西 然後它會造成 環境的複合 地球的障亂 大家一起來 那我們覺得學生 其實他們就是一個種子 那學生生上播種的話 那他們發芽的話 那會到社會上去 會做得更好